民国初年,在湘西边境的一个小商城里,有一个老船夫守着一条渡船,帮来往的人渡河,他与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。 17年前,翠翠的母亲与一名树屯军人未婚生子,后来二人双双殉情。 老船夫不想翠翠重蹈覆辙,依稀希望把翠翠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,渡船人里的取亲队伍, 让翠翠充满新奇,同船女孩的银手镯让翠翠羡慕。 查栋城里的船总顺顺,有两个儿子,大老天宝和二老罗颂。 天宝豁达豪放,不拘小节,罗颂眉清目秀,像个白面书生,他们同时爱上了翠翠。 船总顺顺托梅人向老船夫给天宝说清,老船夫跟翠翠商量这门亲事。 翠翠没有任何表示,这让老船夫猜不明白外孙女的心思。 唱歌是罗颂最上常的事,天宝却不太会,但为爱情,天宝也就同意, 用月下唱情歌的方式,让翠翠选择。 夜晚,美妙的歌声让翠翠心持神往。 翠翠以为是做梦,就把这个美梦说给了老船夫听。 这时,老船夫才明白了外孙女的心事。 翠翠爱的是二老罗颂,因为三年前的端午节夜晚,翠翠偶然邂逅了捉鸭子的罗颂, 那时翠翠就在心里悄悄埋下了感情的种子。 老船夫上沉去跟天宝说月下唱歌的事儿,以为天宝既提亲又唱歌。 结果,天宝没好气地告诉他,那唱歌的是自己的弟弟罗颂。 河边有座新年方,是钟寨王团总给女儿的嫁妆。 王团总女儿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上看上了二老罗颂。 后来月下歌声再没有传来,老船夫心里纳闷,决定上城里去打听一番。 听到的却是天宝被水淹死的噩耗,天宝一死。 船总顺顺就跟老船夫说,之前的提亲,算了。 老船夫明白翠翠的心思,趁二老渡河之际,向罗颂说白了外孙女的心事。 可是翠翠却总是避而不见二老, 这让二老觉得老船夫一家做事不利索,不痛快,心也就冷了下来。 老船夫见二老态度冷淡,也就只好上门去同船总顺顺说这门亲事。 结果顺顺也是冷淡地表示,不愿多管儿女的事。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,老船夫抑郁而死,翠翠终于明白罗颂的歌唱,天宝的死。 顺顺父子对老船夫的冷淡,终寨人又碾芳诱惑罗颂。 罗颂因为记者大哥的死,又得不到翠翠的理会,又被逼着接受那座碾芳。 而自己的心又还在渡船上,所以赌气走了,于是他守着渡船,等待心爱的人回来。 到了冬天,那个在月下唱歌,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。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,也许明天回来。 沈从文先生提倡优美、健康、自然,而又不背乎人性的人生形式。 电影主要围绕翠翠的爱情故事,翠翠天真朴素、清澈透明、心怀憧憬。 对于初恋、朦胧梦幻、隐约又动人心魄的感觉。 她像其他少女怀春一样,有着青春萌动时的萌萌懂懂。 老船夫尊重外孙女的个人选择,但外孙女在感情上内敛含蓄的性格,又让老船夫操心不已。 如果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,那么老船夫可以替翠翠做主,成全大佬天宝。 如果是恋爱自由,个人选择,那么翠翠应该直面罗颂,表白自己的感情。 可惜,老船夫让翠翠做主,而翠翠似乎又没这个魄力来为自己做主。